锁定台式五件新闻 美国公共卫生局日前发表一份报告表示 孤独在美国已经是一种流行病 致命风险相当于每天抽15支烟 孤独对于人体健康的危害 不亚于肥胖还有缺乏运动 寂寞是一种病而且还会要人命 美国公共卫生局2号发表了一份 名为我们的孤独与隔绝流行病的报告 报告指出孤独对于人体健康的危害 不亚于吸烟肥胖跟缺乏运动 研究显示孤独让罹患老人失智症的可能性增加50% 中风增加32% 心脏病增加29% 还会让过早死亡的风险增加近三成 相当于每天抽15支烟 每个人在美国公共卫生产生 每个人都可以影响 各种世纪、社会、地区 报告显示2020年美国人每天与朋友相处的时间约为20分钟 比近20年前的60分钟大幅减少 孤独潮对于15岁到24岁的年轻人冲击最大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隔离更加剧了人们的孤独感 不少人选择在社群媒体上寻求慰藉 但专家发现每天使用社群媒体两小时以上反而让社交鼓励感增加 美国公共卫生局呼吁 简单的步骤像是接朋友电话 约人来家里吃饭 多倾听跟帮助他人 都是改善心理健康 对抗寂寞流行病的方法 无连哲编疫